今天第二天 下午指揮中心记者会是宣布 台湾新增三例的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包括案430是一名60多岁的女性 以及案431以及432呢 他们则是一对从塞内加尔返国的夫妻 没有办法做再加一个零 我们当然觉得有一点失望 不过刚才讲过 这种境外的移入 这算是我们就必然要承担的风险 指揮中心公布疫调结果案430 是一名60多岁的女性 而于22号独自前往澳洲旅游 4月30号返台5月2号确诊 初步匡列同机旅客6人 另外案431是一名30多岁女性 案432则是40多岁男性 两人是夫妻 2月11号到塞内加尔工作 5月2号确诊 两人同行的两名孩子 全部裁剪都是因性 目前正在居家隔离 而初步匡列同机旅客总共11人 430的部分 他并没有在日本确诊 他的先生在4月初有症状 但是他也没有 他现在也没有被确诊 截至目前全台已经有432例的确诊 包括346例境外移入 55例本土个案 31例敦牧舰队群聚 已经有324人解除隔离 而在指挥中心记者会上 台湾的研究成果更是备受国际瞩目 那非常高兴 我们能够做一个本土的资料 也跟国外相关的资料 能够做验证 所以由这样的资料看起来 就是我们现在政策仍然不变 精准的疫调 虽然没了7天零确诊 但至少台湾守住了20天 无本土案例 接下来疫情挑战 就看今晚一路的3例新增的确诊 个案匡列的17人 是否有进一步的传染危机 接下来 我是RZG小子 才被掌握我了